現在榮熙邀請到中研院的賴浩元老師 跟我們分享她在員工資本上的研究 賴浩元老師是新大畢業 畢業之後就到系統大學 學院技的碩士還有博士 本來就到中研院 就是我物理到現在是科技小學 賴浩元老師他著作等生 而且就是獲獎人數 是三次結束獎牌 然後而且其實不只研究 研究非常結束 然後他還培養了非常多的人才 但是據廖老師說 就是有一個學生最重要是文明的作品 那個不是啦 他是無聊 他就必須跟他學生 然後那另外呢 我們那個楊明他一位老師 陳麗芬老師就是廖文明老師的學生 那我們今天就是 我剛剛已經跟廖老師確認過了 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 對於老師的演講 覺得我看不懂 數學太多太難的話 可以立即打卡 然後立即問問題 然後如果覺得那個 有更多就是瘋狂的想法 接近的想法 想要問老師的話 老師說他很瘋狂 所以他盡管來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熱烈歡迎廖文明老師 我喜歡給各個演講 因為這種演講是 就是陽明是不太一樣 進來就爬了喘了鑰匙 躲下來在這裡演講 你們曉得不行 那還好我不曉得 那今天那個 今天我的題目是 It is all about AI 中文叫做人工智慧就對了 大陸說叫人工智能就對了 那過幾天我就去下面演講 那他們我是要講這個題目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今天我的演講 最主要我探蓋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那個 就是automatic concert video mashup 這個題目其實我喜歡 因為它實在太難 太多東西可以做了 可以做很久 所以我現在很多人在做 現在很多人在 因為我喜歡這種題目 因為它大到不行這樣 那這個題目是什麼呢 這個題目就是說 我們通常現在年輕人都帶著手機 你們都在手機嘛 那帶到演唱會會場 然後五月天在演唱對不對 你們就每個人在各個角落 拿著手機錄一段 錄一段以後你就 回家以後就把他 upload到YouTube上去 那我們在幹嘛 我們的野心就是 很有野心的野心就是 自動用一個電腦的方法 電腦自動去把這個編排成一個完整的 一個演唱這個片段 讓沒有辦法去現場的人 能夠盡量能夠欣賞到原汁原味的那個演唱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做的 第二個是我前一陣子的Crazy做的 2015年做的 就是那個跟我一個學生 現在在MCU已經畢業 畢業以後 說是畢業以後是到Amazon 這是這個同學的學長 那這裡呢這個題目是籃球 等一下我也在講 籃球五個人在攻擊對不對 我們把他追蹤他的軌跡 以後把他投射到戰術團上 然後以後呢 你在攻擊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是什麼戰術 我以前對籃球是一效不同的 我以前是清華大學足球校隊 低足球我會 打籃球我會 但是現在我比打籃球的人更厲害 我知道這是什麼戰術 我以前不懂音樂 我老婆長小我是這個音樂白癡 但是我現在我跟你講 我現在音樂也不錯 我至少認識阿對 好 那我們先從 automatic console video 開始 那這個我剛剛講過 我們希望我們 用剛剛那樣的方法 自動做出來 能夠完成一個完整 而且沒有overlapping seamless 就是無縫接軌的 high quality的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 很多人他去現場用手機 或者是手指裝置 拍攝到的這個video video的那個片段 丟到youtube上面去 我們自動去把它抓過來 然後想辦法把它處理 變成一個完整的一個片段 各位可以想見的 你要處理的也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那個video的部分 不是visual的部分 還有audio的部分 還有很多 那本來我其實都是做computer vision 和音樂signal processing 我很少去碰audio 所以今天來的這一組人是audio 那他也是變成 因為本來我們做錯到 video的部分 告一段落 尤其是用audio 所以今天 因為現身訓練 順便叫他們順便去拚 好 好 那為什麼這個問題很難 有很多 要需要解決的問題 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說 這些人喔 在演唱會現場 比如說大名音頭 你有嗎 你拍第一 你拍第一 那個五百 五月可以演唱的時候 第一分鐘 你拍第二分鐘 董老師拍第三分鐘 拍第四分鐘 他們沒有 其實他們是沒有協調的 他們在現場 其實高興我們拍的怎麼拍 所以這些video抓上來以後 其實是沒有恐嚴的 他們沒有講好的 第二個就是說 他放在youtube上去 你要聽的時候其實是 你不知道從哪一段開始聽 因為他也像錯誤的 就是從這裡的 你可能從後面聽到 然後再回頭聽前面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再來就是說 大家都是用手持裝置去拍的 所以他的calling 就是visual quality 還有他的audio quality 因為手機三星或者是Sony Sony可能會最好 Sony的音質 因為Sony竟然會把Dale用最高的錢 把他recruit過去 表示說 把他簽約應該是在音質方面 畫面跟畫質方面都是很好 所以有這麼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想說 就坐下來 就想跟學生坐下來 到底有哪些東西是需要處理的 那我們就整理出一些 需要處理的東西 比如說order to watch Vitual quality 到底要怎麼樣保持 再來就是 怎麼樣讓他聲音的部分 能夠simeless 能夠沒有接縫接上去 再來就是希望沒有多餘的redumency 然後沒有漏掉任何的video secondary 然後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我們不希望做一個 因為洪老師跟那個謝老師 我們這些 我覺得你們陽明大學 這樣演講的這個場合 我覺得還沒有人文氣息 因為這裡是人文社會特別 人文氣息 那我們通常在做工程的人 你們都認為我們都不羅曼迪克 都沒有人 沒有那個 其實我有吧 所以 其實我們要 所以我們要做的時候 我們不是只有用工程的話 把硬把它湊起來 用工程的話 硬把它湊起來的時候 事實上 就是工程師嘛 但是我們要 我們 We are going to do more than that 超過這個工程師的 level 要做什麼呢 我們希望說我們在 Meshire 這個video Meshire 雜醜的過程裡面 要follow電影導演 或音樂劇導演的 Language of Green 就是編排的 導演教課書的 這些教課書 他是從人文出發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看 我先看一下 我們這第一個音訊 就是說現在有三個video 第一個是Abel 第二個也是Abel 這兩個片段 是分別有兩個不同人拍的 然後他們有部分overlight 這都是業餘的人拍的 第三個是完全dependent 這個可能是official 這個人寫 你看他會用looming 這兩個音訊 大概也是業餘的 但是他的那個手企 比較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要 勢必要處理video visual的部分 那聲音的部分 似乎也要處理 他是 叫multiple audio sequence 的alignment 那我們看看 這第一個page 就是兩段bid 兩段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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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部分 部分從 好 那這 從剛剛中間的音訊開始 那所以現在這兩段是完全overlight 沒有overlight 那你可以想見就是說 我們除了要處理剛剛這個visual的部分 還要處理audio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這三個video 其實它是都在代表同一個段落 有分別有三個不同的業餘的 那個 聽眾 在下面排從不同的角度 這是 medium shot medium piece 是說 中距 就是肚臍以上 就是大叫vem shot long shot 就是全身都可以看得到 extreme long shot 就是除了人看得到以外 舞台也都看得到 是在extreme long shot 那這是在導演的 那個音樂劇的導演 裡面它就是很重要的 那這三段如果說它的音樂 都一樣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挑 到底竅 竅 竅竅這三個的哪一個 那就完全看你現在音樂到哪裡 我需要取了秀 是怎樣 秀一段就好 很多歌星都是我最近幾個月來認識的 我要做這個沒辦法 對對對 等一下你們還可以看到很多個 你會知道做研究其實蠻無聊的 我現在比較喜歡做這種 因為它可以試不同的東西 還可以看蠻無聊的 那那個這裡這兩段就是 都是extreme long shot 就是說都是很遠的地方看 一個在中間比較遠的地方 一個是在那個用邊拍過去 那兩個都是extreme long shot 那我們倒是要挑的時候 要挑到底要挑這兩個哪一個 如果說它剛好都是Polify 我們到底要挑哪一個 可能就是要去check它的visual quality 跟它的audio quality 然後試看看要挑哪一個 這都說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需要解決一下 人在聲音 這會被電影錄成功 好 寫個東西出來 或者像我的話寫文章一定是白話文 一寫就知道這個人沒有人文素養 因為他只會寫 像technical的東西這樣 隨便寫一些這樣 他把數學弄上去 然後看起來像人寫文這樣 但是人文的人在寫東西的話 就把感情把思想 會把藝術把它融進去 同樣的導演的書裡面 其實他是利用換鏡頭 換鏡頭來呈現他的感情 他的想法還有藝術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各位看一下左邊這一張 這一張Tiger Woods 這一張他是一個很遠的long shot 有看到他全身 但是你從這一個動作 你會知道說 這時候Tiger Woods可能是一乾淨洞 他很高興 或者是打一個Tiger Woods 很高興 右邊這裡 close out 用很近的鏡頭來看他的臉部 可以看到他臉部的表情 很可能這個地方 他是沒有打進去 不輸了 或者是醜聞被抓到 很多種可能 就是不好的事情被抓到的 那跟這個領域比較接近的 當然我這裡舉個例子 內學生在這裡 你要教他們怎麼做也就是 你必須要去文獻他們去找 到底以前有誰做過這個題目 那當然跟這個領域最接近的叫做 Summulation of what you do video 那通常這個的目的跟我們現在要做的目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要Mesh up的東西不能夠斷掉 不能夠多餘 不能夠怎樣 但是呢 這個Summulation of what you do video 他的目的就是像譬如說一個電影 一個我們通常要做Summulation通常是這樣 譬如說今天的新聞有一個小時 我能不能把它縮減成三分鐘或五分鐘 讓它裡面所涵蓋的 內容沒有改變 然後讓要看的人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就大概抓到說 你這一小時裡面的這個新聞到底在幹什麼 就像那個電影的Freebie一樣 就是它兩個小時的電影 我把它弄成三分鐘 那你在看那個片段的時候會被吸引 因為它主要的內容都在裡面 但是你要用人去看的話比較容易 因為人看的話他有受過專業訓練 他可以很快的擷取你重要的片段 把它變成三分鐘 但是如果我用電腦自己去做 這個問題就會有點難 但是這個問題跟我們要處理的不一樣 那我們 我把這個東西大概稍微少了 這是過去做的 那我就表示我有做過準備 哇 你們可以不用聽 但是你們要記得嗎 你知道嗎 這是做研究一定有問題 好 那我們再跳過一點 好 那現在是這樣 我跟你講我音樂水準有變好 真的 以前我不知道音樂一首曲的還有序曲 還有橋段 還有主歌、副歌 我是基督徒啦 所以我會唱聖歌啦 聖歌的主歌、副歌我知道 但是重複從怎麼樣重複我都看不到 他說跨梁幾條線 我從來都不知道 但是反正我跟著別人唱就對了 但是我現在比較知道 各位看一下 這一首曲其實它有序曲、有橋段、有副歌、主歌 那透過這個主歌、副歌 它知道哪一個段落 然後透過鏡頭的轉換 它可以適當地呈現代表的感情 那以前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前只是覺得反正是 因為你們錢太多 有太多camera 所以必須換來換去 我們看一下李宗盛這首歌 他先從觀眾開始 然後 我蠻喜歡講這個code 因為我們天二少會搭配這樣 你們有沒有看到 他在換鏡頭 他在換鏡頭 他其實換鏡頭是有懸問的 我以前不知道 就像我們在寫這首歌 我再這樣 換到另外一段只有學會 但是 不錯的一些不知道 好 另外一個demo是這樣 阿德爾 這一首 阿德爾這個是用一個黑白的 其實這個是最近拍的 但是呢 為什麼他用黑白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首是一首情歌 一首比較哀傷情歌 所以這個導演 他就用一個 用鏡頭跟著他的臉 跟著他的臉部的特性 然後沿路一直 人 鏡頭跟著人 在動 這不知道是不是在副辣歌 他是英國人的齁 他是英國人的齁 阿德爾他的那個專輯是用年紀來的 我是最近才知道 因為我學生送我兩個專輯 二十一跟二十五 但是二十九買不到 二十九最棒 所以 你們如果幫我看一下 我有什麼棒 我出現啦 好 那右邊這裡 這個也是 要換鏡子 這個也是 要換鏡子 那 那 你可能會問我 同學有沒有問題 到現在問題 有沒有人問我 終於到底在搞什麼挖鍋 我放在那裡的東西 這個叫做 寫文章的時候 這個叫做 鋪層 鋪層 鋪層你知道嗎 鋪層 鋪層 我為了要講的問題 那我第一個要解的問題 當然就是要 我們第一個要解的問題 就是Visual的部分 Visual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按照Language of Film 就是 早點拍攝的語言 然後 來呈現我們剛剛講的不同的Short 所以 剛剛講過 距離很重要對不對 因為它Short Size 就是Short Size 就是Short Size 其實距離啊 就是你拍攝的時候的距離 會影響到 它是形成那個 在拍片的時候 一個最起的要件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這個 這個Frame裡面它有什麼內容 來判斷它的距離 這個也是一樣的 但是 但是這個東西你知道 因為拍片的時候 它會要 就像卡通影片一樣 它會要騙過你的人類 很笨的視覺戰友這個問題 所以它每秒鐘都要24張以上 那Videos大部分就30張 1秒鐘30張 等一下我要講 下一個NBA的Procast Video 它是1秒鐘60張 因為它速度要快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這裡是用30張 那30張的話 你每一張Frame 要去知道它裡面到底是什麼組成 然後知道它的距離大概是多少 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好 那按照Language of Game就是教科書 就是拍片的教科書 Close Up是臉部 它就是脖子以上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Medium Close Up是肩膀以上 Medium 小它是從肚臍以上 然後Medium Long小是膝蓋以上 所以這裡有六種不同的距離 那因為我們要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要處理的是那個演唱會的片段 所以還有音種跟樂器的部分 所以我們總共有八種Show Time 我們要去認 好 那這裡 左邊這裡 這個也是我最近來認識的 Jason Ruff 他這是在2012年 那個香港人的Line Show 那像這個Case 我們必須要認出來 它是一個Medium Close Up 右邊這裡我們需要認出 它是一個Medium Long小 但是我們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 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我們才能夠知道說 它的Pamela的距離到底是多少 我們這個時候就要到處理的 最近最火紅的類神經網路 就是Dilding 就是深度學習 那這個是整個架構 我們現在其實只是真正完成了這個部分 就是Visual的部分 Audio的部分就靠它們 接下來要做 今天早上來開一個會 那上面這裡要怎麼做 我們這裡一定要先Bes 一定要先認小派 那到底是哪一種小派 小弟弟你聽得懂嗎 弟弟你 其實這個家長還是不要太殘酷 因為小弟弟要叫他聽這麼難的 其實還好啦 不但他好像聽得懂 好 那我們的架構是這樣 就是說一張Frame進來以後 這裡我們用了一個VGGNet 這個你們知道 知道名字就好 VGGNet是一個16層的網路 就是一個比較深層的一個被神經網路 那16層 那最後的三層是分別的改變顯示 4096、4096 跟最後Output是1000個 那這個網路其實是透過130萬張的照片、影片 Frame去訓練它 然後訓練出來它最後變在ImageNet裡面 它裡面有一千個Categories cluster的一千個Categories 所以這個訓練完了網路 它是有130萬張的Frame訓練出來 然後我們會reference下面的一千個Categories 到底它是屬於這一千個Categories哪一個 所以這樣一個ImageFrame進來以後 透過這一個VGGNet它是訓練過的 然後我們參考這1000個ImageNet的Categories 我們會知道說 它大概是有哪些Object在裡面 有一些Object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大小不知道其他東西 那後面這個就是一個很複雜 就是Arrow Way的Deep Cross-Correlation Model 它是幹嘛呢 就是把這幾個被認出來的Object 透過這個網路做Fusion Fusion以後呢 找出它們的關係以後 這裡有一個Cross-Correlation 它就找它們關係以後 就認出它是這個Ballet裡面的哪一個 也就是Close-Up 影響Close-Up 或者是觀眾 或者是樂器 這八種裡面的一種 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它Output出來的是八種Type的一種 也就是說它告訴你距離大概多少 好 那這就是剛剛講的VGGNet 它的最後是三個4090 4090 Fully Connected 然後最後一個以前 不要懂沒關係 我也不懂 我以前做過類神經網路 類神經網路我非常懂 但是後來我就不做類神經網路了 所以我有差不多忘了忘了 但是現在來講這個我大概聽得懂 我只要去讀一讀我大概可以懂 但是也不聽真的懂 好 那因為現在我們做Tool可以用 那這個Gram是這樣 這個Gram 假設說這個Gram進來 那我們經過VGGNet 參考了ImageNet 1000種Category 它得到了這個很種 這個很種是什麼 這個很種就是1000種Category的名稱 所以它的這裡有個Response 是代表說某一種對應的Object 它存在這個Frame裡面 所以這個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不同的Frame進來 它就會有不同的Response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Response 比較大的我們知道說它裡面主要組成的Object 大概有哪些 然後這些東西再進去那個剛剛講的 Aerobated的那個Fusion的一個Network 那Fusion有很多種Early Fusion Late Fusion 我不要講太多 讓你們失去研究的興趣 然後這是我們用的這個Aerobated的Fusion的機制 好 那我們做完以後 其實做完以後 剛剛做完以後 我們得到最好的結果是83 83已經比Late Fusion Early Fusion好晚多了 也就是說用這樣的一個機制去做這個問題 我們那個時候是做了全世界最好的 但是全世界最好只能出Paper 只能出Paper而已 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為什麼 因為83是一個很糟糕的事 一個系統如果是83的話 其實代表它有17%的Error 尤其在Frame 一張一張視頻來的時候 你如果正確率只有83的話 代表有17%的Error 也就是說你六張大概就有一張會錯 會錯了會怎麼樣呢 本來是肚臍以上對不對 是Medium Non-Shot 結果 結果 一下跳到 那個肩膀底上 一下跳到肩膀 會跳來跳去 會有Shot Change的問題 我秀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五百人 五百人 我現在認識版國會有歌手 五百喔 阿咪阿 阿咪 阿咪 你 我不知道 帶你們來不然會老 這會看起來就是觀眾認出來的動作 這是肚臍上 這時候就問題就知道 這下 這上哪個 這裡 這種地方 就是肚臍上跟肩膀上就被調在頭上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其實到時候 因為到時候我們要用這個素材 因為我們必須把它分好 我們要用這些素材去做Mesh Up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處理不好的時候 事實上會產生不到的問題 因為我處理不好的時候 我把它拿過來去 去弄在Mesh Up的Visor 它就會跳來跳去 是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 那學生嘛 我就跟你講 這個問題就要解決嘛 我們就討論 討論說需要解決 那學生的話 當然用最簡單的方法 他說老師這個 一秒鐘三十張話 我們就看一個三十秒的Windows 然後看看 就把它裏換 就是中間把它死的時候 哪些乖乖就把它弄下去 我跟他說不行了 那是暴力法 那沒有特別精神 那沒有人文數 對不對 所以說不行 他不行就 他就說那 兩個就討論一下 就說 我們要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它是這樣 它有一個encoder 一個recoder 它是處理一個系列 一個序列的 在時間軸上的序列 但是 去做的時候結果很好 原因是因為這樣 因為RNN 它需要的是一個整理多的資料 也就是整理多的資料 但是我們很明顯的 我們原來的資料是 是處理完的RAWDATA 所以放到這裡去做的時候 結果並沒有非常好 最後呢 跟我們鎖有一個數學的 做Tibon Lee 做滿好的 尤其座老師 找到結果 他用conventional random field conventional random field 他處理的範圍比較小 他就是顧前顧後 這樣稍微一點點這樣顧 看一下 然後一小段一小段處理 不是三十張三十張 一個微動度 所以剛剛廢話 把這個問題systematic把它處理掉 好 那它的做法大概是這樣 這裡有一點秀數學 但是數學比較難過了 就是我用圖示的 這個進來以後 這個出去 本來是這裡 這個fusion的network 出來的時候就barlet對不對 這時候出來 不要直接就把它變barlet 直接把這個不是quantize的結果 直接一個系列丟到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直接去處理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constraint of foundation的一個process 它大概長 它在處理一個機率的問題 那用把它拆開一個片 把它discretize 它就變成這樣 就是說本來是用基本的 它是連續的 那把它變成discret discret之後變成這樣 紅色的部分是fusion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 它是做conditional random field的部分 所以它的數學似乎大概都是這樣 藍色的部分是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紅色的部分 粉紅色的部分是arrow weighted 就是fusion的部分 那它大概是這樣 因為你要寫paper要上 你一定要這個 那下降了沒有 這個立分 下降了沒有 其實沒什麼 你就找出來就會變這樣 那這個arrow weighted 這部分就是一個cross correlation 這是一個DNA的posterior probability 那這個部分是一個empirical weight 等等這些項目 去處理那個fusion的問題 然後這個部分呢 是處理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它就有兩個 最主要說一個是pale-wide potential 一個是unary potential 然後這些項目 那這兩個算出來 直接合起來就可以處理 用剛剛的話就做 比如說原來會跳來跳去 然後我們去處理這個要不會跳來跳去 然後 阿公 欸小朋友我要放音樂了 各位看一下結果 這個結果就黏在一起了 就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它的結果好很多 這很重要的90啦 但是因為90處理掉 很多是那種我們最明顯的 容易看到的這個部分 這是在奧斯卡 2013年頒獎中 那個 Adel Sound Sky War 有些人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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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還會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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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 他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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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接下來放另外一個就是 When I was... 這個是 Bruno Mars 在2013年的 BBC Radio 《First Big Weekend》 唱的歌 When I was your hand 這幾個歌手都滿會參加 育龍兄以後我們必須聽音樂會 可以療癒 好 受傷的心 然後 這個東西丟出去 一個 Actually Translation 麻煩的 看完這個配合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感動 結果 解了一連串的問題 覺得很感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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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要講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在音樂的部分其實 兩位還在這裡 還沒開始做 但是我們總是要 希望能夠demo一個 一個 match up的結果給大家看 所以音樂的部分就簡單地處理一下 那這裡怎麼處理呢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們要處理的是一個 multiple audio sequence alignment的問題 就是挑幾個audio sequence 我們怎麼樣去做alignment 那這個問題基本上 其實在 他們做那個語音的人來講 是一個很typical的問題 通常他們是用一個 audio video printing 的一個方法去做這個問題 但是呢 這audio video printing 他們 他們只能是解決的 通常是他設計來做什麼問題 就是設計來做audio identification 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必須要去做alignment 時間軸上面alignment 所以原來這個方法其實是不適用的 只能做audio identification 那很幸運的就是這個 因為我跟那個 我的post up那個一個文例 會文例 然後當然沒有人群 他們一起來做這個問題 兩個都post up 那他們就找到一個paper 就是珠黃 珠黃 他們在2010年 我們ACA花灘EA他們有沒有paper 那他們是 他們是做的問題 就是把這個整個 整個問題做一個轉換 原來 在做信號 語音信號的時候 他是一個1D的audio signal 是長的轉換 但是呢 這樣的東西不排除就是說 他的信號太簡單了 所以這個珠他們 這些人 他們在2010年 那個ACA花灘EA paper 他們就做了一個轉換 把這個1D的信號 轉換成2D的auditor image 變成一個image 然後 他就是一個 變成一個spectrum spectrum的graph 這樣子 那這個問題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 原來是1D的信號 變成一個2D的pattern 那 各位想想看 pattern當然是好用多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有一個叫David Law 就是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David Law 他 發明了一個sip 這個sip 他能夠在一個pattern裡面 去找到是一些比較重要的setting 的feature setting的sigma 的point 然後這個point 他用labour的128個dimension的這些東西 去描述這一塊區 一點的旁邊的neighborhood 所以他的描述很精準 所以他在做抓取 對matching的時候 他就特別的有用 那我們這裡就簡單的先 因為我們後面的東西還沒開始做 我們就先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他傳統用1D的那個audio signal 去做剛剛那個問題的話 他工廠他的arrow大概會1.多秒 1.7秒對不對 1.多以上 但是用剛剛這樣一個轉換 簡單的一個轉換 我們是業餘的 所以我們把它做一個轉換以後 他的arrow可以成大概0.4或0.5秒 我把這個調整 在這個case中 剛剛那個方法做的時候 各位有聽到回音嗎 那個回音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difference有差0.4秒 所以這些都是 那個夜餘的觀眾 剛拿手指裝飾錄的 所以音效當然沒有那麼好 那這是OIS 也是Updale 在那個 那個 Burmington 那個 Andy Arena 2006 這個地方比較長 差了大概0.5秒 你可以聽到回音 但是0.5秒已經比原來1D的 只有1秒多 好多了 好 好 好 那有了這個聲音的部分 跟處理Visual部分 Videos部分處理好以後 我們接下來當然是希望能夠 做真正的Mesh Up 但是Mesh Up我們現在 我們本來是想要用Eye 情緒 因為我們眾院院資創中心 有一個楊麗軒 楊麗軒博士 他寫了一本書 就是做Eye 情緒 也就是說你一首曲子裡面 這個曲子的曲調 他可以把它轉換到一個量化的空間 情緒空間 就是Effected Space 然後告訴你說 這首曲子 他大概他的調性 他是高性的還是生氣還是怎樣 多高性多生氣 他是一個量化的一個座標系統 那可以把它轉換過去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如果心情好的時候 你應該聽什麼曲子 這個楊麗軒博士 他把所有的曲子 都投射到這個空間裡面 心情好的時候 看右上角的 聽右上角的那個音樂 心情不好的時候 聽左下角的或者怎樣 他就有一個量化的空間 把很多曲子丟在那裡 那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心情 去挑你要聽什麼曲子這樣子 那我們這裡暫時沒有用到做轉換 因為我們要做Match Up的過程 我們需要把那個不同的Shop 把它整合起來 那整合一定要有一個規則 那Lemage of Film的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還沒有去處理到 那麼深入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能做的事情 就是說用官方的 官方以前已經現存了很多場演唱會 這個官方的這個導演 他拍攝的手法 他的Transition 我們是做一個Transition的推幌出來 統計的 這是用統計 這叫暴力法 這其實不是按照我們所想出來的 任何規則去做這樣 我們目的只是要做一個Temo 所以有了這個Temo以後 我們就可以去做直接的Match Up 那這是結果 我們各位看一下 這裡有三個 這三個Videos是業餘的用手機拍攝 1、2、3這個Videos 一個是5分22秒 一個是3分43秒 一個是9分02秒 分別在三個不同的角度 拍攝到第二的一個演唱會 戶外 這是戶外 所以可以聽到他的效果其實不是很好 但是呢 我們等一下要講就是說 按照剛剛我講的那個 那些規則 他會在這三個不同的之間區 適當的轉換 就是轉來轉去 然後讓他盡量 我們最後的目的希望做一個完整的 Signless Complete High Quality的一個結果 那我現在只是秀音的雛形 現在是第一個 紅色的框框框起來代表現在是選擇的 是第一個 對 現在是他跟台下的觀眾在對唱 等一下他就會開始唱 還有 ones 是一個二位 在此之下 九打火 短囆 兩位 十分之壁 rede I think I know that I'm gonna do with you Hold me down from home and jump your way Give me a love that I'll bring that I'll tell you Take me by the day I'm gonna leave you Take me by the day I'm gonna leave you 剛剛我們去處理了Refine 就是那個Smooth的問題很重要 因為不然他往那邊跳來跳去 會亂跳 好 這部分剛剛第一部分的Tone就到這裡 不知道各位發表什麼問題 Crazy一點啦 不夠crazy 我覺得味道起來也不會 你剛出版的影像就是去做Refine 就是有先做Maeosis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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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Dibbending的競爭 Dibbending它不需要Handcraft的Visuals Dibbending就是M2M 也就是說整張Grancure 它網路就幫你處理好 不然他們都省掉嗎 它其實就是Dibbending它就是 目的就是需要你進來的Refine data 出去的是它要的辨識的結果 這樣 它就是這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最近所有的人 為什麼韓國那個李四時會被打敗 這個原因 韓國的李四時很可憐 我覺得他實在是太可憐了 其實他不是只有跟1000個九段的高手在比 你知道嗎 他也在跟他自己比 因為他們把不到幾千萬的欺負 就是progressively input進去 因為它是Pattern 那DNN就是Dibbending的這個Memorial Work 它是基本上是 它是 一步一步的把旗幅的Pattern寄進去 所以 所以李四時很可憐 為什麼呢 因為另外一個只有初段 另外一個在下方 用電腦在Google AmmaGo那種 在下那個人是 是危機的初段 初段嗎 台灣 頁與五段 頁與五段 李順喜 李順喜就是 師大團隊他們訓練出來的 後來到Google去 那他在幫AlphaGo 因為他會下 所以 AlphaGo幹嘛 不知道 那個李四時太可憐了 他下一步有沒有 下一步 然後電腦就拍下來 然後就直接丟到裡面去 然後 因為他裡面有不到幾千萬個Pattern 然後就算說 現在這個Pattern是怎樣 然後 然後系統在很快的速度裡面 告訴這個 這個 這個 下級的人 你說 AlphaGo下級的人 他說 下一步呢 70%下在G9 20%下在H5 或怎麼樣 那 那這個人他只要看 他又會下對不對 他只要判斷一下 哪裡比較好 就直接就按照大規定 就直接下下去了 所以李四時他是被 一千個九段高手 加上他自己過去贏的起伏打敗 好不好 所以 因為他 他記了不知道多少東西在裡面 所以他下的時候下得很刺激 因為他連想的機會都沒有 他一想 人家一下就 電腦一下 啪一下就出來了 然後他如果想半天 他會嚇一下 然後下一招也不知道是誰的起伏 可能是自己的 可能是別的 所以 好 回答你的問題 有一點 有一點 蠻虧的 你到底 crazy到什麼聲音 來 你問完了嗎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你好 就是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說 是用 影音的資料去處理 然後整理注意的規律 然後可能可以去重建 或是去預測某些 模擬某些狀況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 大概要憑多少資料量 可以去做這樣的 模擬 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跟你講 其實我現在還想煩惱 到底要多少東西才夠 那基本上是這樣 你們都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學過危機分 修過危機分的女兒 修過危機分的女兒 有一毛curve 很複雜的curve 你要去 approximate它的話 要去逼近這條curve的話 你這個線段會減得越短 我今天告訴我 你如果切得越短的話 peacewise的段最短的話 你逼近的那個 優位越準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就一大堆 好長好長 現在有152層的 網路一百多層 他在幹嘛 他其實在try every possibility 就是說我把所有的東西都這樣 弄得很長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選擇 讓他能夠堆湊出 他需要用的東西 這是我的詮釋 我的implication 因為我以前出過類神經網路 但是這個訓練這個問題 因為他現在是這樣 他是把RAWDATA吃進來 他是不是說你要人去設計vg 然後把他衛到類神經網路去做訓練 不是這樣 他現在直接把RAWDATA 直接就吃進來 然後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現在不會 differently好像不行 你知道嗎 現在所有的東西都在做這件事情 現在我連在做那個 crop analysis 都在做這件事情 現在 因為我最近跟那個矯正署 矯正署你們知道 矯正署都 矯正署他們買了很多設備 在牢房裡面 牢房通常有八個人以上的牢房 比如打架幹嘛 他們就是隔天才知道 就是打死了 或者是重傷了以後 隔天才會知道 那因為每個牢房裡面都有 都有tank holder 那他們都只是滿硬體 但是他沒有 沒有附加的管理在上面 可以分析cloud analysis 就是cloud behavior analysis 或者group behavior analysis 我現在希望幫他們做的就是說 這個問題跟傳統的image 一張一定進去不太一樣 因為他牽涉到時間軸上的變化 因為動作是隨著時間改變的 所以很明顯的他需要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然後分析在時間軸上面的所有的動作 看能不能把它分析出來 但是我們有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說各位想一想 在時間軸上多難 為什麼 因為他70點跟中一點很困難 為什麼 我們人在走的時候 我們人有 正常的人都有兩條腿跟手 兩隻手 對不對 那右手跟左手在運動的時候 如果位子 你正常的一個人 在動的時候 起始點跟終點 一個週期的話 跟左手 右手跟左手都不一樣 右腳跟左腳都不一樣 右腳跟左手也不一樣 左腳跟右手也不一樣 都有四個不同的週期 那你要去分析一段 然後video裡面的event的時候 如果說一個人的動作 他是有micro action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切啊 怎麼樣去切啊 怎麼樣去分析他的這些東西 然後把它合起來 變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動作 你要打架一定有手動手 或者是用腳串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要分析的時候 要把它分析出來說 他們在打架 他們在做各種不一樣的 normal的event的時候 這會有很多很多issue在裡面 不能有聲音嗎 不能有聲音嗎 聲音也可以 聲音也可以 聲音太高了 但是有些人 我們教授跟我們說這樣 他說你做得很好 但是把你擋掉 有點多啊 那我要打人 我就說 我知道有聲音嘛 我要打人我就說 欸欸欸欸 謝謝你啊 為什麼 我們教授跟我們說這樣 講都講得很好 但是就把你擋掉 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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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應該說 老婆我愛你 但是真的嗎 他就是去外面說 對不對 利芬不會啦 利芬他老公亂跑 沒有 算了 那個 電燈臨那個 前面那個我夫 就是 我們跟人家做好 來就自己訓練 電燈臨做我們的 我們自己訓練 沒有 那個東西當然就是自己訓練 我跟你講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每次都需要做任務 我跟你講現在是這樣 因為電燈臨 他可以學很多很多東西 很大量的東西 因為現在那個GPU的Cluster 實在太厲害了 他可以學很多很多 很難想像的多 那樣的東西 現在有一個領域叫 Transfer Learning 可以做Domain Adaptation 也就是說我學大的領域 我隨時都在錄 隨時都在學 但是呢 我的Application Domain 可能就只是一個小的地方 譬如說我 我 現在警方 警政處理在 也要跟我 也要跟我 也要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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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分析很多廣場 你仔細想想看 一個廣場上面 如果 警方有時候 他一個Control Center的Stat 他要看 好幾 七八個嗎 你可能對不對 然後裡面都是廣場 然後這些廣場 你說人來人往 那你怎麼樣提示 提點他 讓他知道說哪裡會有Normal Event 什麼 譬如做反恐 如果人來人往 八個Monitor在那裡的時候 人來人往 一定去玩 那個Pogmage 我幹嘛 但是你如果這個系統 它能夠自動的 在每一個Monitor的範圍 監視範圍內 直接做簡單的 group behavior analysis 把這種簡單的 semantics 抓出來 Label上去給你看 這個人保全員不得不看 為什麼 因為他會提示你說 每一個Monitor裡面 有這幾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這幾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那這樣的話 才有真正的 Control Center 那個Monitoring的 一個意義 好 那我剛剛那個問題 你剛剛那個問題 你剛剛那個問題 我會說證證書這個可以 Data的證證書可以 你其實我 你要做 我其實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其實有做了很多事情 你這樣問Data 你這樣問Data 是學是上去YouTube這樣做的 對 對 那為什麼經濟書 你這樣問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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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有講到Domain Adaptation Transfer Learning的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得到一個很大的 一個訓練的一個網路對不對 我弄到一個比較小的 Application Domain 有些訓練好的東西 是直接可以影響過去的 這樣 現在很多人在做這個問題 來 我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一次 像音訊 因為我們有過黃的手機拍了 它我們選量的頻率不一樣 這樣子的話 要如何 因為像剛剛教授 播的那個Apple 它都是256SPS 那如果 對於共同體利用的話 要怎麼做 然後再來想說 如果Alignment 你做黃椅包 做個 就是Pocktail的 Party的 Founder 把它Repine一下 應該可以知道更好的音質 然後就不會受限於 你手機本身 然後再來是 我想到說 你們可以常常看作一個 自動的Clamour 就是我們不自動的Clamour 我就是沿海附的兩種神明 然後讓它變成純粽 那個不是叫做Avatar嗎 Avatar 那個 我以前做過Nergic Generator 我做過 那剛剛那個不好說 就是那個 本來是想說 Nergic Generator 然後可以把自己的角色放進去 放到你Generate出來 然後就去取代中間的一些角色 我曾經做過這個 我曾經做過這個 你們2012年 我失敗了 做得不好 很多時候失敗 就會覺得那樣畢業 沒人 那個很虐待 就很想做很虛勵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像剛剛教授舉到那個 然後他場景 或者是那個 你總是他場景這個 又有照片當 不是五月天 可是在實際上 如果是用拍攝的人的話 他們就有一個經典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都不需要用到 就是那個也算好很好 只是有時候 不知道如果要及時的話 更複雜會更耗 會更耗費時間 現在 我們兩個PostDoc 他們有曾經想說 在Message Up的過程裡面 用到Dissolve 這樣 這些Shot Change Gradual Short Change的一些 Special Effect 他們有打算這樣去做 對 他是可能 但是他去OpenUp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 你一直只能做兩三個東西 不能一直做十個麵 這個 我已經我是發睡了 我像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會不睡覺 現在不行 現在 不睡覺很快就回去 見了 電腦力學 來 不好意思 就是我 剛剛有延續剛剛的問題 就是 因為現在有一個很紅的 的東西叫做全息投影 那我比較好 全息投影 Hologram 對 我比較好奇的時候 譬如說像是 能不能有辦法說 譬如說以過世親人的影音照片 或是影音資料去重現一個 他的 這個 帶進去模擬 對 那我好奇的是 他這個資料量需要多少 然後這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地方是 就是說 如果說照這種 脈絡下 有沒有可能說 譬如說今天有部電影來 然後你們就是用電影 去分析這電影裡面的場景 然後用全息投影的方式讓觀眾是呈現在整個電影的場景裡面 就譬如說用全息投影的方式投影出整個電影的場景 那我們觀眾其實就是在看這個 直接在這個電影裡面 我想請教的是 這個在技術上是不是可行 那如果是可行的話 他的boundary大概又在裡面 我基本上這個 這個主義它是光學 比較光學 那我不是專家 第二個就是 經費裡面有很多 好萊塢可能可以 好萊塢啊 所以實際上是有可能做到 我的好萊塢他做得到的東西 不見得以後做不到 就像那個CSI CSI以前很多人都跟我說 你這個CSI怎樣 CSI都騙你的CSI 但是最近好像有些東西是可以的 已經可以了 像我前一陣子才發現說 警證署現在有四個上線的系統 裡面有一個是我做的 就模糊車來編制系統 以後不要讓開車知道了 這個模糊車來編制系統 就是我八年前的時候 現在警證署來用的系統 我寄轉給公園也沒想到 他拿去給警證署把它上線 還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就是 電影會有Cosca的東西 蛤 就是Cosca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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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電影小時候 它這個 數據 它到底跟 像它不算的 會不會有什麼 會不會有什麼 我其實還沒有 沒有到那個 是那麼厲害 就是可以去注意到什麼 因為我們太多問題 比較重要的 很明顯的問題 需要處理 還沒有到那個地方 還沒有到那個地方 然後這些數據的計算 都是後部電腦 還沒有到後部的地方 是清算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想 我常常看到我學生 用好幾部電腦 甚至沒人的時候 好幾部電腦 那我們現在還跟我們製品室 要了好幾的 GPU的使用權 我自己女兒也是自攻擊的 那他這一學期在修 他大四人在修 定分定 那他們規定 每個學生 他們只有25個學生可以用 就是1060 只有25部 所以如果要 就是有生態 然後如果要 你要修的話 要自己自備 我就多演講幾次 然後幫他買個1080 1080的好處是說 同學要跑20個小時 他只要跑12個小時 對 因為其實我們在 因為其實就是 除以創具的方式 因為 電腦是太多 不要太收拾 會有 比較多的問題 對 他們常常會 會有這樣的問題 聰明的學生 他在跑的時候 他會去做 做其他有意義的事情 那 鬼混的學生 他在跑的時候 看黑老師20個小時嗎 看鼓掌電影 然後在 去做別人 當然每個人 他沒有時間的房子不一樣 來 還有問題 想問一下就是 很多 我相信就是 就是在這裡很多人 還有很多學生 他們對全公司 非常有趣 就是因為 就是最近 看報道媒體都發生 大家都一直在吹捧說 因為jip learning 所以越來越多 就是7年的考驗 是 然後像是 包含 剛剛高手提到 我想到 有一個 然後這個 這個 我們在想說 怎麼樣子 可以在每個 每個 因為路燈高速 所以就路燈 裝設一些 就是狀態的 變形式 然後這樣子 可以用嗎 像是 給菜 任何處 對 所以 所以我會幫你說 那 人工智慧 並講得那麼神奇 到底它的 就是 潛能到底該到哪 那 那它的限制 呢 因為我覺得現在媒體在講 很多都是 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 那一個 我想問的是說 一個是 理論上的一個 另外一個是 基礎能力在 有局限上的 我想 機器 它的極限是 它不會浮世亂想 我們 會浮世亂想 但是機器 不會浮世亂想 它的思考 會有所等 但是我們現在 知道說 前一陣子台大 Intel中心 他們在做一個企劃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 有趣的事情 就是 machine to machine talk 跟 machine 跟 machine talk 也就是說我在家裡 我的冰箱裡面 東西沒有 那我平常 喝牛奶喝得多兇 或怎麼樣 它會有電腦 會幫我算 想一想 然後呢 缺貨 它會自動 通知那個 Costco的 電腦 做你送貨 然後呢 刷卡 它就是把我自己偷偷的 然後自動 就以後回到家 什麼事都不用幹 我人類會完蛋 真的 就是 就是machine to machine talk 以後就是這樣 它會自己 會去處理資料 處理 那以後 其實我也很怕 我太太知道這些技術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以後IoT是這樣幹的嗎 在車上對不對 電腦 手機對不對 有電腦 按一下